中方密切关注并全程掌握了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 而且呢就像我刚才告诉你的 我们已经就此向美方表达了关切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慎重妥善地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消极影响 中方对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 但是磋商呢要有意义必须抱有诚意 一个互利的协议它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 所以我们希望美方对重回谭曼座这个态度 我们希望它是认真的 关于你提到的第二问题 我想说美国出于政治目的 动用国家力量无端打压中国科技企业 它严重地影响了全球科技发展与合作 也损害了相关国家企业的切身力 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显然美方这一做法也没有人认为 它会有利于为磋商营造一个有利的氛围和环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